我注意到相关的报告 也注意到BBC前主席格拉德表示 BBC的包庇隐瞒行为 远比当时记者骗访行为更为恶劣 BBC新闻档案里 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污垢 很多人认为 BBC对王室名人的采访报道尚且如此 其事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报道 恐怕只会更加丑陋和虚伪 事实上 这家自诩为独立和可信的媒体 今天仍在继续其撒谎欺骗的伎俩 甚至变本加厉 众所周知 BBC在涉疆等涉华问题上 炮制和传播了大量虚假信息 像片坊事件一样 BBC不仅对其记者 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不做提醒和批评 反而包庇 纵容 完全不讲是非 不讲原则 BBC欠中国人民 一个真诚的道歉 我们注意到英国外交发展部 每年为BBC国际频道提供运作资金 今年更是额外拨款800万英镑 专门用于所谓应对虚假信息 我们希望这笔钱能够用在刀刃上 专门清除BBC制造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